各位B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之前两期使用M43画幅的松下相机 接商业小单的视频 关注量出乎意料 那我就趁热打铁再出一期 不同于以往的片吃片和系列 因为都是为公众号拍的配图的照片 所以要求并不高 带一个闪光灯补补光就足够了 这次的餐馆菜单拍摄毕竟要上印刷 所以器材会准备的更全面一些 但是这次搭配的是M43画幅的GX8 所以使用的器材也都是偏便些的 首先是必须要用的灯架 我使用的是一种四节的可以折叠的灯架 这种灯架收叠以后 装到大家看到的很便宜的蓝色的小米背包里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实际上我总共带了两个折叠灯架 因为另一个要上反光板 这种灯架其实承重能力和高度都非常有限 但是架轻量级的热靴闪光灯是绰绰有余的 接着是可以折叠的反光板 那么展开之前其实体积是非常小的 展开以后的尺寸是80厘米直径 拍人是有些够呛 但是完全足够覆盖单个餐盘的食物 固定反光板可以使用这样的小夹子 体积也不是很大 其实如果拍摄环境有墙壁可以倚靠的话 就可以不用再带一个专门打反光板的支架 然后是组装主光源 使用的是神牛的S灯架 它主要的特点是一体化的设计 整体非常的坚固 直接插上体积比较大的神牛 AD200闪光灯也很牢靠 而且我们还要在闪光灯的前方 加入柔化光线的柔光箱 我们使用的也是可以折叠成很小体积 但是展开以后 却有80x80厘米面积的神牛便携柔光箱 在柔光箱内部还有另外一层柔光布 它可以更好地打散闪光灯发出的点光源 获得更柔美的效果 但是对于闪光灯的能量消减也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神牛AD200这种功率 相当于一般热血闪光灯三倍左右输出的 蓬拍级的闪光灯 它才可以保证被柔光箱大幅削弱以后 还可有足够的能量照亮场景 当然一个场景只有主光源是不够的 我又拿出来一盏便携的热血闪光灯 神牛V8602代 可以看到我用了一个热血脚连接了一个便携三脚架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灯架的高一点 在灯头上我也套了一个可以折叠的柔光罩 作用其实是跟柔光箱一样的 只不过说面积没有那么大 主要的作用其实还是为菜品补一些逆光的高光 这两个闪光灯都内置神牛的X1无线电接收系统 我把两个闪光灯都设置为无线电从属模式 然后机顶使用的是尼康口的神牛XT32引闪器来控制 它也是内置了神牛X1无线电发射系统 所以可以直接远程遥控修改 AD200和V8602代的出力 不需要再跑到闪光灯后面调整 非常方便 但是它不像神牛X1T引闪器 它具有TTL的功能 XT32仅仅是具有手动控制引闪器的功能 之所以使用它主要是因为 其具备了一个很大的波轮 操作起来要比X1T更加的顺手 另外一个主要是因为这种静态的拍摄场景 其实并不需要相机的自动测光判断的TT2功能 反而可能会因为测光的问题造成曝光偏差 使用手动控制是最稳定的 而且因为是手动引闪器 即使XT32是尼康口 也是可以在M43热血口的松下GX8上面使用的 因为闪光灯的接口和相机的热血口 都是符合ISO国际标准 试拍的时候发现右侧的曝光不是很充分 因为反光板现在所使用的是白色的面 属于慢反射 反弹的光线比率不高 可以通过更换成银色的面来增加反射率 因为我们相机和闪光灯都是使用手动挡 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都需要试拍来确定各项参数 一般步骤都是先设置相机的ISO到最低 GX8是ISO2版 然后调整光圈到合适的值 拍摄菜品不同于糖水人像 需要比较大的景深才能够覆盖完整的餐盘 保证食物前后景都尽量清晰的展现出来 所以可以先调整光圈到F8左右试试看 因为GX8是M43画幅的系统 等效系数是两倍 所以实际上拍出的景深相当于全画幅F16的效果 景深基本上是足够用了 剩下的话就只用调整两个闪光灯的出力即可 可以先从负责逆光高光的热血闪光灯V8602代开始 调整到觉得高光的部分既不过高 又比较吸引眼球即可 然后再打开主光源ADR版 调整整个场景的曝光水平 当然此时也可以再调整高光闪光灯的出力 以及反光板的位置和距离 也是影响其反光亮度的一种方式 可能会有人问 闪光灯的出力应该调整成具体多少 因为现场的环境千变万化 所以不同的情况下都没有固定的值 完全是要看自己的感觉 参考我现在视频里的设置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就跟看其他人拍摄照片的参数一样 我们毕竟不是做硬式考试 没有标准的答案 如果你需要的时候 多去尝试多去实拍 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 我这里的参数感觉调整成1%左右 拍出来的曝光比较合适 如果觉得曝光不足或者是过曝的话 往相反的方向调整闪光灯的出力就可以了 通常调整完成以后基本上就不要动了 因为像这样固定菜单的拍摄 不需要特别多花哨的内容 把食物的质感表现出来即可 否则客户反而会觉得用力过 包括客户桌布背景的选择 各位也能够看得出来人家的审美 所以像这种几千块钱的单子 没必要花太多的灯光设计的精力 怎么简单怎么来 客户满意我们就省心 拍摄美食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做好前期的调整 比如说餐盘中飞溅的酱汁 最好在拍摄前就擦拭干净 否则拍完以后客户要求后期处理掉 那就很麻烦了 甚至像这种拍摄的时候 由于菜等的时间比较长 汤的表面都凝成了一层膜 这在后期上基本上完全没有办法修复 所以能在前期简单的处理一下 就绝对不要放到后期来做 但是另外一些 比如说菜品上的瑕疵 如果是前期要修复的话 还要麻烦厨师烹饪的时候 多加小心 反而这种在Photoshop后期处理的时候 非常轻松 点几下就可以了 拍的多了的话 各位应该就会有经验 什么东西前期处理比较方便 什么东西后期处理方便 在拍摄的时候就可以考虑进来 才能够更好的安排处理步骤 拍摄的角度的选择其实很简单 一般来说堆成山的食物 比较适合低角度拍 可以很好的表现食物的结构 而扁平的菜盘 合适高角度拍 以表现内容的丰富 另外我也非常推荐 直接找主厨过来咨询意见 因为烹饪也是需要设计摆盘的 他们其实能够给出很多漂亮的 拍摄角度的建议 甚至还会给你看一些照片作为参考 如果客户也不太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效果 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我这样各个角度多拍几张 后期交给客户来选择 在看到实际的照片以后 他们才能更确定自己的想法 当然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让客户多拿一些照片 即使不挑出来做后期 当一个备选 也会让客户觉得拿了不少照片底片 这个钱花的比较值 说到拍摄角度 那么就不得不说到松下GX8 它配备了一个非常灵活自由的翻转屏 可以让你非常快速的从各个角度取景拍摄 像这种布光比较紧凑的环境下 其实很多的角度是没有空间 允许你的脑袋凑到取景器里面进行拍摄的 而直接把相机伸过去的话 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像其他的相机 一般搭配微距镜头对焦的时候都会比较慢 但是松下的相机都具备DFD反差对焦系统 可以看到即使搭配45毫米微距的时候 单次对焦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不过也可以看到即使光圈这么小的情况下 拍摄出来的画面景深还是有点浅的 前景的菜品比较清晰 但是背景还是会有一定的虚化效果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 一个是45毫米的镜头等效全画幅90毫米 算是长焦了 一般情况下焦距越长景深越浅 相比于广角就更容易产生虚化效果 但是此时又不能换广角拍摄 因为广角产生的透视变形 会让菜品产生近大远小的效果 看起来形状就不规整 那么在产品摄影当中是一个比较大的忌讳 而此时的光圈也不能够再收缩了 对于M43画幅来说 F11的光圈已经算是极限了 如果到F22的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 演射现象造成解析力严重下降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使用了微距镜头 可以在更近的距离拍摄 对焦越近就越容易产生前景深 但是我们为了让菜品填满整个画面的 又不能远远的拍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通常都会使用一种叫做对焦对战的技术 在同一个视角使用不同的对焦位置多拍几张 后期合成一个景深非常高的照片 但是因为今天的拍摄其实要求并不高 反而商家会觉得有点虚化 看起来挺上档次的 所以这次就这样随便拍拍了 满足客户的要求是首要的目标 ZX8的像素是2000万 这个分辨率打A4尺寸的菜单来说 已经臭臭有余了 更别说单菜品在普通的菜单排版上 实际上输出的大小只需要2寸左右 所以对于这种小单子追求高分辨率 除了自我安慰以外 也就是给客户抱的时候比较好看一些 如果客户没什么要求的话 ZX8的性能完全足够了 这次拍摄的量比较大 总共有几十种菜品 但是形式上基本上大同小异 所以可以使用相同的曝光和摆盘 拍完一组直接换菜即可 效率非常的高 但是完全相同的打光方式 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菜品 有的表面比较油亮光滑 有一点点的光线就会反射出漂亮的光泽 看起来很有食欲 而另一些的表面就比较粗糙 反光的能力比较差 需要调整光线才可以获得充足的曝光 而且打光的方向也比较挑 否则表现不出纹理的细节 像鱼片虾仁这类表面都偏白色 颜色都比较浅 正常曝光很容易出现过曝的情况 而蔬菜肉类的颜色都比较深 稍不留神就会出现欠曝 阴影细节丢失的情况 此时如果不想调整曝光位置的话 就可以分别调整闪光灯的出力 光圈大小和ISO 这几个参数都会影响曝光水平 只不过副作用不相同 调整闪光灯的出力是最直接的 需要的时候增加 不需要的时候就减少 唯一的问题就是增加一档出力 就会减少一倍的使用时间 像这种闪光灯一般都是为了便携设计 而直接内置了锂电池 长时间拍摄的话就要考虑 电量是否能够完成全部的拍摄 必要的时候还要多带备用电池一防万一 调整光圈的副作用也很明显 增大光圈可能会导致无法提供足够的景深拍摄 而缩小光圈会引起演射现象 降低画面的解析力 所以调整的幅度也比较有限 而调整ISO也有很多的限制 由于M43画幅相机最低的ISO只能够到200 相比于全画幅相机ISO100 就小了一档的调整空间 而增加ISO必然会增加噪点 所以也不宜太高 所以实际拍摄过程中 并不是只有唯一的调整方式 而是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调整什么 那就多去拍拍 自然就会明白了 当然即使通过前期调整光线 有些时候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比如说某些肉类要做的好吃 颜色就会比较深 拍出来就不好看 此时不管怎么打光 都很难呈现出漂亮的直出效果 就需要后期专门根据客户的需求去调整 比如说增加亮度 饱和度 清晰度 等等 很多时候客户想要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奇葩 或者跟摄影师的审美完全不同 但是毕竟谁给钱谁是大爷 把客户服务好才能有钱赚 是不是 经常会有几个别的人喜欢在弹幕或者评论里说 哎呀你这个调色我不喜欢 明明就是免费看视频 却总把自己当成付钱的甲方指指点点的 实在是可笑至极 希望呢这种人呢可以多出去紧这单子自己做做商拍 遇上几次奇葩的客户呢就能治愈这种看谁都丑自己最牛的顽疾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希望对于需要入门商业拍摄的朋友们呢有帮助 毕竟拍的照片有没有价值 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有没有人愿意付费 实际上除非是更大型更专业的商业拍摄 普通的单子呢使用一般的设备完全足够应付 一单的收入呢直接收回全部器材成本呢完全没有问题 器材实际上只占摄影中很小的一部分 那如何跟客户沟通 理解客户的期望 利用自己的技术达到目标呢才是需要学习和实践的 阿布拉吉手特只做实拍 不瞎比比 拜拜 拜拜